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師傅好 各位老朋友吉祥 星期六我剛才一進來 看到擺了椅子 我就說 嘩 這麼多椅子? Eggie姐姐就說 哎呀 師傅 你來嘛 我說你們這麼樂觀 她說 你不要這麼看低自己 我不是 我也很樂觀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在加拿大有些人要上班 我原來我不明白 原來美國這麼好福利 星期六你們都不用上班 所以有這麼多人出現 我補充一下 我真的擔心這個老人家 姑姑 老師我不擔心她 為什麼呢 老師呢 拜良王之後 之後 還是之前呢 之後呢 就撞了頭 就亂了七針 你沒有人知道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你看她現在 還這麼醒目 頭髮都這麼銀白地坐在那裡 我不是很擔心老師 因為已經104歲了 還擔心什麼呢 是不是 有壽就繼續活下去 無壽就快點去 是不是 壽完就快點去 有壽就繼續活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 那姑姑呢 我就知道她 為什麼我要下來看她 我覺得她還未放得下 是不是 啊 不只是我說 我覺得她還未放得下 我啦 她還未放得下 大國連社 她還未放得下 你們啦 她還未放得下 她的侄兒 侄兒 侄女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你不要怪我 我覺得下來 都要跟她打針 打針 打針實在不是 因為我覺得 這個老人家 都是 她愛惜人 比愛惜自己 那我就覺得 唉 不要啦 那我也難得 剛剛有一個 空蕩的weekend 就是這個weekend 我說不行 我來看看她 看看她之餘 我又看看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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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看看師父 是不是 這樣才行的 所以就說 不如 不要讓我這麼吃力 又要去準備一堂功課 跟大家說 只有一天兩個多小時 不如聊聊天 那聊聊天 實在不應該高高在上 坐在那裡 聊聊天是最好圍圈的 但是這裡 你知道 這麼丁方這麼多尺 你看圍圈 每個人都要這樣 隔高頭來看著我 那我想 算了 放個高座 坐在那裡聊聊天 所以我就說 預先你們哪位 有問題的 寫下 我們可以聊聊天 你們今天 這裡我有這麼大的問題 你想我先說問題 還是想說什麼 這很大問題 這麼長 讀她的問題都很長 實在 我們人生 我們人生 實在是常常遇到 起起落落的 人生 都遇到一些 開心不開心的事 人生 都會遇到 人我是非的事 人生 會遇到 新朋友 離開 舊朋友 離棄你 諸如此類的事 是很正常的事 為什麼 原生 原滅 原來原去 我們只要 如果我們 真是 生人 學佛 我們用的功夫 最重要是 在哪裏 就是看到的 因緣 看到的緣 這個字 如果我們看著這個 原字 去了解自己 現在個人的經驗 現在生命的 歷程的經驗 或者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麼戒懷 別人讚嘆你 別人歡喜你 別人不歡喜你 別人理你 別人不理你 如果你能夠從這個 原字去看的話 這個原字實在很妙 有誰可以跟我說 這個原字 在你心目中代表什麼 嘩 嘩 你們學什麼 黃飛鴻所說的 這個原字 在你心目中 你覺得是 在你心目中代表什麼 在你心目中 佔過什麼地位 位置 在你心目中 有沒有曾經 因為你的原字 令到你 可以 燈一聲 看到光明 看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而將你當一下的煩惱 可以 不可以全部清洗 至少你可以把它放下 方向來的 對 真是好 這個方向是好 因為有緣 我們才會成就每一件事 成就每一件事 就是一個方向 好 多謝達神師傅 和我們分享 緣是一個方向 為什麼呢 你沒有這個緣 的話 你不會出現一盆這樣的花 你要插成這樣的花 要有這樣的緣 是不是 你要長方形的花 你要有長方形的盤 長方形的盤就是一個緣 要得到長方形是一個方向 我要插一盆長方形的花 這個是方向 你要有一個長方形的盤 有些花是可以讓你製造成一個長方形的 是一個方向 好 好 還有哪位 你自己覺得 緣在你心目中 目標 目標 是你的目標 圓是帶著一個恩果成份 圓是帶著一個恩果成份 OK 圓是會帶著一個恩果成份 目標 目標和方向都很相似 有了方向才會去到目標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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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帶著一個恩果 帶著一個恩果成份 那不是全部都是恩果成份 你認為只是部分 只是部分 是受著這個恩果的影響 因為有很多時候 是誰去守恩圓 那些圓是離得很突然 所以我認為也不能夠說 是全部的恩果 是一部分 part of it OK 他覺得圓是受著這個恩果去影響 是不是 他覺得這個圓 不是全部都是受著這個恩果的影響 而是部分受著這個恩果的影響 好 還有哪一位 圓 你們知不知道英文是什麼 conditions OK conditions OK 是啊 是conditions 很難的 實在英文真的不是很深 實在你說的圓字 真是中文的智慧 是很大的 好 還有哪一位 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圓是一個果 同時又開始另一個恩 哦 圓是一個果 同時又開始另一個恩 也可以這樣看的 因為有這個圓 這個恩才會變成這個果 是不是 然後這個果 會因為另一種圓 又變成另一種恩 所以這個圓 你說 是否永恆不變 不是每個人是另一種 不另一種是怎樣 Leslie 你呢 你也沒有另一種 圓是否永恆不變 圓會不會變 應該會變 應該會變 應該 你覺得是應該 這個世界 你覺得 是 接上 先說 圓 有恩 有恩 有恩未必有果 沒有恩就沒有果 但是 由恩至果之間 圓就是時間空間 要有適當的時間 適當空間 有很多條件 對 對 是的 這個就是 實在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環節 那這個圓 你說 是否永恆不變 一定不是 不是應該 是一定不是 因為這個世界上 萬事萬物 最真的真理 就是無常 就是變化 所以無論這個恩也好 無論這個圓也好 無論這個果也好 都是變的 這個恩雖然我們 這麼多年前種落 它也是一直在變的 對嗎 但是我們這麼多年前 種了這個恩 一直到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出了什麼圓 才會影響那個恩 變成什麼果 所以我們中國人 有句說話 冰風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非一日之寒 是否只有一生呢 不是啊 如果過去這一生 是不是只是過去那一生呢 也都不是啊 是多生多世的過去 但是這一生 現在這一生 是被我們感受得到的 被我們學習得到的 被我們看得到 被我們活得到的 然後怎樣 內生了 內生是不是有很多生啊 所以是多生多世的內生 過去的恩 一路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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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變到現在 原來有這樣的恩 很多元進來了 很多元 那有些元是對的 有些元是適合這個恩成長的 就是等於肥料 有些 士多啤梨 就不喜歡酸性的 士多啤梨千萬不要鋪木碎 一鋪木碎 是全部死掉的 但是呢 但是呢 那一鋪木碎 就很喜歡木碎 那鋪木碎 很喜歡木碎 你一鋪木碎 那鋪木碎就 呼呼聲生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元 木碎 是士多啤梨 殺士多啤梨的元 但是做 乖乖掌的元 是不是 有這個元的時候 是不是肯定 你會有多士多啤梨 或者多乖乖 是不是肯定 不是 因為他不只是一個元而令他生的 我們 今時今日能夠坐在這裏 是不是只是因為大國成立 因為有大國 或者有這麼多師傅 你們才會出現 不是 是很多因緣的 我們今天去吃飯 我們今天吃飯 那個企堂招呼我們 今天看到黃老師 看到了菇菇 我黨 我自己坐在這裏 她就看到我跟黃老師 和菇菇講中文 他說 你會講中文的 他對著王老師 王老師說 是啊 他說 我都會講中文的 彭楞呱呱呱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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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呱呱呱呱呱 全部在这里 全部是识的 你看看 怎么会这么因缘 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实在就是 这个因缘 就等于一个渔网 你想找一个渔网 第一个网 第一个菱营在哪里出来 你未必找到 如果你只想拆开一个渔网 看看第一个菱营在哪里走出来 你找不到 你找到最后的菱营在哪里消失 你未必找得到 除非你剪了它 剪了它我就说 这个就是我最后剪的了 你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说这个因缘 实在是很复杂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生 只是从这个原字能够入手的话 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怎样 能够放得下 能够看得通 能够心安理得 能够自在 相处 如果我们不看的话 如果我们不从原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怎样 见到这个和那个好呢 我们就怎样 眼红它 对吧 看见到这个和这个在说的是非 开心了 开心了 看见那个拆老板拆成功了 升了级 他又不抵得了 看见那个不用做事可以发大达的呢 他又不明白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 不明白的缘 不明白的缘 亦都不明白这个因果法则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缘 明白这个因果法则 我们会自我怎样 回来检讨一下自己 为何我不会和别人结到这个缘呢 为何每个人见到他都嘻嘻哈哈 看到师父前师父后 看到你走过好像当你没到的 好吗 不过你们都很好的 你们都见到每个师父都这么开心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会自我检讨 而我自我去觉察 然后经过自我检讨 自我觉察之后 我怎样 我要改变这个缘 我要改变现在这个因 现在这个果来的 我正在受的现在这个果 无论我是喜欢不喜欢 眼红还是眼酸 我都是一个果 那我如果能够自我觉察 自我检讨 再自我反省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自我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念 当我们改变了 我们现在这一刻的心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日后的果了 如果我说 我一直都可以眼红去 一直都不喜欢去 一直都是猛争去 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 你每一次见这个人 猛一次的话 你在这个液缘上再增加一个液缘 你在这个烦恼上再增加一层烦恼 我们就不是 我们就抽丝 怎么 剥茧就像剥椰菜那样 一叶一叶地剥开它 我们才见到漂亮的椰菜 如果你烦恼人 不明白这个缘 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么坏 我们就一层一层烂椰菜 就加上椰菜面 到够了 你这个椰菜用不用得着 吃不吃得到 吃不到用不着 所以我们在大众相处 无论争团也好 无论在一个在会大众也好 无论你们在世间发也好 家庭也好 家庭也好 甚至无坐车 乘搭飞机 乘搭船 什么时间都好 告诉你 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没有一个人是偶然在你的生命出现的 只是说 原有多深 他在你的生命会停留多久 就等于乘搭火车 大哥都乘搭火车 人来人往 现在中国和台湾都有很多高铁 是不是 挖着你的飞 我刚刚才在福建回来 好了 挖着我的飞 我从厦门去到莆田 中点站到中点站 我就经常坐那个位置 但是我旁边的位置 两个站又转一个人 三个站又转一个人 我坐在那里 契纱说 你不能坐的 下一个站就有人来坐的了 为什么那个人偏偏会坐在那里 因为我旁边有个空位 你那个就是圆 空位就是一个缘分 那个时候去到买火车 刚刚那个空位在电脑上 一旦弹出来 他就要买那个 刚刚就放在他旁边 觉得要 昨天我在飞机场 在飞机场 延避了八个小时 延避了八个小时 那我 我十二点去到机场 晚上七点九个小时才上飞机 那我坐在机场那里 看到人生白带 我又做一件事 又看一件事 做一件事 又看一件事 有一个女士 我初期看到她 她的样子很累 很苦 很猛 她已经瘦了 但我就知道 这个人可能在医院做的 她有个格子在那里 我后来找了一个很大小的地方 就坐在那里自己打坐 我坐了一会儿 他就拿着背包 一直在飞机边 一直走到我面前 我看着她 我礼貌上 我说 哈哈 你又在这里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你当然跟我搭一班机 他说是呀 他说 你又去奥克林吗 我说是呀 我去三藩人士 我说 你去哪里 我去三藩人士 他说 你去三藩人士干什么 我说 没有三藩人士 见见朋友 讲讲学 你讲什么学 我说 讲meditation 他说是吗 我刚刚参加完 一个两天的meditation 内观 我说 两天的内观 他说 是呀 他说了很多 我又跟他聊天 说一说 他说 我现在退休了 我退休了 我想多些时间 我说 你干什么 我是护士 哈哈 我说 我的intuition也很准 他说 你见到我 你觉得我像护士吗 我说你十分像护士 他说 是否那种紧张 我是 还有那种 那种紧张 和那种 我们叫做 Efficient 就是 工作的效率很高 他说 你何以见得 总之我就觉得 聊了很久 聊了很久 他说 你有机会 现在退休了 你现在退休了 你不如去学 十日禅 他说 我想我今天见到你 也是有个恩怨 他说 我说 对了 你现在退休了 虽然你 他说 我实在很努力 我看得出你很努力 他说 因为我一生人都是Single 的 谁知道退休了 去学 去学打了 就认识了个男朋友 哈哈哈 真是淒涼 不知道是好事 还是不好事 而后的男朋友呢 是住在加拿大的 他是住在加拿大的 他男朋友还做工 所以他就整天下来 看男朋友 我心里想 哎 该会 哈哈哈 就是我心里想 实在可能他很开心 他说 我现在很忐忑 究竟要这个男朋友好 这个不要这个男朋友好 他说 因为我一生人都是Single 就是单身的 就很向往单身的生活 现在变成了有个Partner 就是有个伴侣了 就觉得有个负担 他想做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因为他不想做 我又不可以做 我说 哎 现在是令你去学习 另外一个生活的模式 那你现在刚刚因为 他说 但我又很感激他 因为我是透过他 我才学习到这个打坐 那又在打坐的大家成长 我说 那你现在不是可以做 学习去 把自己以前的生活模式 改变它 然后 把它用在你现在的生活 那里 有一些生活的艺术 再看看 你在这段 人际的关系里面 可不可以将这个法 变成你生命上的一个指标 成为一个精神的伴侣 法的伴侣 他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我说 那当然了 你都没见过佛兹人 我说 你都没见过出家人 你当然没有听 他说 哎呀 真是谢谢你了 你可不可以给你一个网络 我说 一刻你给你一个网络 他说 www.poulam.ca 我说 你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有机会你来学校打坐 希望你能够将自己的心态和生活 慢慢调整一下 我说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的 你遇到这个男朋友 有你的因缘 你这个缘分 你不圆满了的话 你来生还要玩的 我说 有些是玩不过的 有些缘分是玩不过 有些缘分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我说 所以 你试一下 他说 好啊 所以我说 坐在你旁边的那位朋友 今天有缘分坐在你旁边的 一定是有缘分 今天来得到的人也有缘分 今天来不到的人也有缘分 今天来不到的人也有缘分 所以 一切在当下的安排 我觉得都是一个缘分 让他安排成这样的 你说是否最好的缘分 看看你怎样去定义这个好字 如果你认定这个好字 一定是 就是 顺意的 满意的 信心的 我告诉你 那当然不是好字 但是如果你认定这个就是 他说 他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 遇失 那这个当然是好字 是当下最好的安排 我有个朋友 昨天我问他一下 因为他姐姐就中了疯 他姐姐就照顾他一百零三岁的妈妈 可能就是太紧张了 自己中了疯 进了ICU 二十多天 那这个朋友在香港飞了回来 就把妈妈放进老人院 很不舍得把妈妈放进老人院 那姐姐就告诉我 她昨天就在ICU出了普通病房 她说 哎 这个是 我现在唯一可以有的办法 无奈 那我就寫给他 我说 这个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好的办法 亦都是你当下 可以用得到的唯一的办法 你唯有 就是认定这个办法 是现在 因缘世会最好的办法 那你的心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那么多责怪自己 不会那么多内疚 不会那么多埋怨 我们很多时候 责怪内疚埋怨 就是我们觉得 当下是不应该这样的 是不是 如果我们觉得 当下 这个原来就是最好的安排 我说 这盆花是最好的安排 无论我喜欢不喜欢它 我都觉得它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为什么 插花的人用了心 买花的人用了心 用了力 就是了 那是不是我喜欢的呢 未必一定是 是否我喜爱她这样的形 未必一定是 是否我喜欢她这样的颜色 未必一定是 合不合你眼缘 未必一定是 但是她的因缘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不可以如实地去接受 然后看她的美德 看她的美德 看她的美德 至少很新鲜 你看 硬的 对吗 即是很新鲜 很够水 对吗 至少不会这样 摔倒下去 那你 你参叹了她的美德的时候 你自自然会怎么样 会不着重看她的短处 当你着重看她的美德 她的长处的时候 你这个心 是不是好一点 是不是光明一点 是不是安乐一点 对呀 对呀